今天想拍一條beauty haul 這裡大部份的產品都是beauty的產品 而且很多我已經回購了很多次 我在網上有買 而且在in store也有買 在開始之前也想宣傳一下 不好意思的大家 我的小紅書出現了問題 其實我有兩個小紅書的戶口 但其中一個我無法登記 無法登記的那個申請了一段時間 後來我不記得自己申請了 再申請一次 所以我有兩個戶口 麻煩大家追蹤這個小紅書 我會打字 Red ID是Little Elaine Housing 我的名字 但那個l字是大街的 其他都是小街的 因為只可以改一次 我又不知道 因為真的很新去用小紅書 所以什麼都不知道 而且我已經說了很多照片 如果你追蹤我的小紅書 是沒有照片的話 麻煩你追蹤另一個 追蹤了我舊的那個 不好意思大家 我們現在事不宜遲 馬上開始 講講這個Susado的眼膜 這個回購了很多次 一盒裡面有12塊 這個功效 它說是Anti Aging眼紋 我看不到很顯著 沒有了眼紋 敷完之後 但感覺到眼底好像保濕了 那些 而且很舒服 敷了出來 這個回購了超級超級多次 多到我都 數不完 我在這個 裡面買了三盒 12 剛才開了這一盒 3 然後也是Susado 超喜歡Susado 因為我真的比較喜歡 日本的產品 以及瑞士我也喜歡 始終Susado也是亞洲推出的 適合亞洲人 所以我很喜歡他這個眼霜 這個其實是去黑眼圈的眼霜 這個也是回購了超多次 很多時候你們問 用什麼眼霜 我都會推介這個 這個就是他們 White Lucent 美白那條line 他們出得很好 這條line 所有產品 我有用過他們摩擦的 serum 還有那個night cream 我也是用full size的 之前現在沒怎麼用 這產品真的比較乾 但這條line是完全不乾的 而一打開它有支筆筆 比較衛生 就可以筆眼霜出來 一會也可以用多久 我也忘了多久 因為我用完 我就馬上回購了 而且用的份量真的不需要多 而且也要視乎你的眼部部份 有不有 眼霜是怎樣塗呢 其實是有技巧的 因為我發現很多朋友都塗錯手勢 其實塗eye cream就是用你第四隻手指 兩邊第四隻手指 我之前也說過 然後就是向眼頭方向打圈 不是向眼尾方向 如果是向眼尾方向 其實紋會更加強的 向眼頭方向 而且你會感覺到 你向眼頭方向打圈 那些黑色素會推到前面 其實對比起如果你推到眼尾方向 其實是好一點的 推到眼頭 因為如果你推到眼尾 就會散播整個黑眼圈 整個眼 我買了SK-II 也是日本牌子 這個還在盒子裡面 很新新 盒中盒 這個其實是他們的limited edition的包裝 而且我已經回購了很多次了 神仙水 我多數都是用他們噴頭的 就是再大支一點 我買的那個網 就是很出名的department store 叫做Bergdorf 它沒有噴頭的裝 所以這個是最大的 而且為什麼我在Bergdorf買 是因為沒有稅 因為Bergdorf只是在紐約市 他們好像只有一間店 所以他們寄去其他的州 除了紐約州之外 其他的州 49個州 都是不需要付稅的 所以節省 因為加州的稅後 是9.5%消費稅 所以我節省9.5% 是差不多9% 打開了包裝也很漂亮 這個是特別版 它有點 是不是小魚在這裡 有點像小鳥 還是魚 但是裡面的產品一樣就可以了 而且好像漏了忘記了 這個是SK-II的神仙水 他們的王牌熱賣產品 SK-II我也買了他們的神仙水面膜 我會把照片放在這裡 他們的網站正在購入面膜 所以我還沒收到 但是我也回購了很多次 我發現我剛剛所說的所有東西 回購了很多次 非常好用 一盒裡面有10片 不建議那隻面膜每天用 因為真的比較滋潤 還有另一個原因是很貴 SK-II的面膜 所以建議一個星期用兩片 最多 或者什麼重要場合之前用 因為你感覺到如果你用太多的時候 會起一些拆膠粒 因為可能皮膚吸不到所有精華 所以就會產生這個拆膠粒 非常推介那個 我買了那麼多SK-II 送了一些贈品給我 就是買滿不知道多少錢 好像300元 我也不太記得了 送這個化妝袋 裡面有一些小小的相片 我看看是什麼 這個化妝袋的質感很有趣 有點像Parda的質感 有聲音 挺多東西 有這個 這個神仙水 小小的去旅行 適合這個 然後有這個 這個我之前收過相片的 就是他們的 應該是Night Cream之類 紅色那個 不知道是什麼Power RNA Power 這個Cream 也不錯的 之前去旅行的時候 我也是每天晚上 我用來用 也蠻滋潤的 因為始終去旅行 住酒店的時候 很乾 然後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的面膜 送了一塊 這個在我人生中 這麼多面膜 最貴的一塊 也是繼續回購的 這個 然後 還有一件事 就是眼膜 這個 沒用過SK-II的眼膜 相信應該比較貴 再試試看好不好用 暫時我滿滿意 SUSAIDO的眼膜 這個袋裡面沒有了 好了 這兩大袋面膜 很明顯 我是In Store買的 有它的膠袋 第一盒 已經用了 其實看到開了 這個是Stella推介的 韓國JM Solution的牌子 其實我之前完全沒聽過這個牌子 而且我也有用韓國面膜 但真的很少 可能一兩個牌子才會用 因為我發現韓國面膜 對我來說比較容易敏感 我比較喜歡日本牌子 或者台灣 這個用了之後 感覺很良好 而且感覺到跟平時 我敷的面膜 Sexy Look那些 一會兒會說 有點不同 感覺好像皮膚 好像 很有水飯 看起來漂亮一點 而這個 他說是不同一點 有這個Coconut 這個加進去 是新款 而一盒裡面有10片 我記得是10片 裡面最主要的材料 就是Honey 其實我很少用Honey的面膜 但發現原來也不錯 對 他一包裡面就是這樣 黑色好像很高貴 對 我敷通常面膜 我敷12分鐘 想說敷太久 因為有時候敷太久 會吸你皮膚的水分 所以12分鐘我覺得 是不錯 有時候可能13分鐘 有時候剛剛扭鐘響 我正在做其他事情 大約13分鐘左右 這個非常推介 而且他的面膜 紙的質地 是啫喱狀很薄的 有一個不好的處 就是 因為太薄 他的面膜紙 所以我平時敷面膜 我是敷頸子 大家如果你們敷面膜 不敷頸子 記得要敷起來 不要浪費 而且頸其實也很重要 就是頸紋 去到敷頸的時候 鑽了一塊 因為紙太薄 所以比較難一點 這個 但我也很喜歡他的效果 這個面膜我買了兩盒 然後就是sexy look 超級喜歡這個 不過已經回購了無數次 但這一盒 藍色這個包裝 是新的 他說夏日精選 但其實sexy look 面膜如果他說是保濕的話 其實用後之後 效果其實差不多 千萬不要用sexy look 美白那個 是粉紅色 我喜歡的粉紅色 美白那個 竟然令我敏感 但他所有保濕那些 都非常好的 一盒裡面只有五塊 這個說是有五十倍的玻尿酸 sexy look的面膜可以天天敷 因為精華那些 不是太滋潤 而且他們的面膜 不是太貴 比起SK2那些 所以這個日日敷沒問題 而且我剛才所說的 這個JM solution 也可以日敷 而他們比較之中 這個JM solution 是滋潤過這個sexy look 這個感覺是多一點水分 sexy look的面膜 而這個JM感覺到 有一點點滋潤 這個保濕 這個滋潤 但我覺得兩個都可以 如果你皮膚比較乾 或者開冷氣 住在美國的時候 如果在香港潮濕夏天 就未必可以了 我買了總共三盒 因為他們正在做折扣 我買那間 三十元美金三盒 而且我也知道 我買貴了很多 比起台灣買 甚至香港 但在美國買面膜 真的很難找到一間店 是便宜的 而且是真貨 最重要 所以如果你們住在L.A.的你 如果知道有什麼地方 買真貨 正品 而且比10元一盒便宜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因為敷面膜我是差不多每天做的事 最近這一段 這款也很有名 也是用Honey去做的 這個看不見到 它有貼紙在這裡 這個真的可以檢查它 因為我那天無聊真的去檢查 這個是正品 它一盒裡面有10塊 沒有記錯的話 這個紙質很有趣 很有彈性 而效果方面 我覺得跟Sexy Look差不多 如果對比JM Solution 好像感覺到這個 效果顯著一點 但這個也不錯 因為類似Sexy Look 而它的香味 它的香味比Sexy Look很多 不會太濃 我也滿喜歡它的香味 比Sexy Look 對 一塊就是這樣的 然後它們每一塊面膜 都貼了這些標籤 也可以找出來 也可以掃描 怎樣掃描呢 就是下載它們的APP 裡面也有這個說明書 告訴你是哪一個APP 以及怎樣掃描 真的買了很多 這裡的面膜 是我應該四至六個月的存貨 因為如果以我現在的進度 我差不多每天敷面膜 對 就是深田藥妝 當然是 非常喜歡這個 回購了很多次 跟Sexy Look一樣 台灣牌子 它一盒裡面有10片 一個是保濕的 我也是那句 覺得深田藥妝所有保濕 玻尿酸的產品 其實敷出來的效果也是一樣的 真的保濕 不是滋醬 我買了三盒的 一 二 哎呀 不夠位 還有三 哎呀 不要跌了 然後我買了這個 JM Solution 也是跟剛才那個牌子一樣 韓國牌子 這個很像Lancum的小黑瓶 這個沒用過之前 但也看到Sales在推介 想試一下 它是有些不同的 要小心一點 因為有玻璃的 這個一盒裡面有10片 它不僅有面膜 它也有這些安瓶 在裡面 下面底部有10片面膜 這個面膜是怎樣用的 我還沒用的 這個 它說是 首先拔開這些安瓶 塗在臉上 然後再搭面膜上去 這樣會滋潤保濕很多 我還沒用 所以這個遲些好用的話 再告訴你們 又是Sexy Look 這個是他們最經典 最原始的一個 黑面膜 就是他們紅色這個 保濕的 也是一樣 我買了三盒 因為30元三盒 好了 到最後最後一盒的面膜 膠袋聲很吵 就是這個深田藥妝的 也是保濕玻尿酸的面膜 買了一盒 現在進入這一袋 其實這個袋 我也是買的 我留到最後再說 因為我放了美容品進去 第一樣看到的 其實這個不是美容品 但也 屬於 都跟你的皮膚似的 就是 在Nostrum 它有周年減價 我買了這些Pillow Case 是一些C質的Pillow Case 這個是回購的 一盒裡面有兩套 我本身自己有兩套 即是四個 我現在再買多四個 因為我真的覺得很有用 C質枕頭套 真的不會吸那麼多你的護膚品 你睡覺之後 可能印到整塊臉都是一些 皺紋 這個不會的 因為它不會壓到那些紋出來 所以非常喜歡這個 而且真的很睡覺 110元有兩個 如果原價買的話 就是158元 所以真的值得很多 就是這兩盒 待會可以洗掉它來用 然後就是 這個 我忘記自己買了這個 對 類似 一些美容產品 就是 這個 美容手套 看不看得到這個 小小的 手套的樣子 可以睡覺之前 可能塗了一些手霜 然後戴著這個手套 它是老手指的 所以也可以繼續按電話 而且這個牌子 真的很有名 跟剛才這個枕頭套的牌子不同 這個牌子的枕頭套 不好用 千萬不要買 我也買了一雙 他們這個牌子的枕頭套 這個好用 記得買這個 而它這個減價 所以也想試一下手套 而且也想 護手 不止你的臉 還有頸 也要護手 這個要先跟進一下 再用一下 下一件 我忘記了自己買這個 因為不好意思 Nostrum的週年減價 一段時間 所以我忘記了自己買了什麼 我買了這個sealer 適合 因為我那支 今天我才覺得 為什麼好像快沒有 打算買 誰知原來我已經買了 就是他們這個 Bling Bling Eyeshadow 一些液體shadow 它有三種顏色 現在是35元 這裡寫著 如果你原價賣 就是72元 啡 金 還有粉紅色 全部都是一些大地的顏色 現在用的 相信是這一支 也是啡啡 這個也回購了很多次 就是DHC的眼膜 這個我買完 是抽夠free shipping 我記得 就是他們 可以over night用的眼膜 它不是濕的那些 就是貼上去之後 好像gel 你可以隨便動來動去 好像這個圖 這樣貼上去 一盒有 6箱在裡面 12塊 也是極度推薦 不夠睡的時候 我的眼袋會彈出來 是很明顯的 而且我一累 可能已經混了12小時 我的眼袋真的很大 但是如果你前一晚知道自己不夠睡 貼這個over night 之後第二天 眼袋會變小 所以我一直都回購這個 不時之需 而且也很方便 不像平時 我剛才給你看這個 susado這個 這些是濕的 可能你敷12分鐘 就要剝出來 這個是over night也可以 DHC的落妝油 是橄欖油那個 回購了很多次 這個 在香港的時候 我已經有用它 近兩三年 DHC進入美國 之前 上一支我用的 是PR送的 美國的PR送的 所以不用錢 如果你想有很好的皮膚 落妝真的很重要 而且不用怕油 可能你有暗瘡肌 也怕油 不用怕 因為你之後會洗走它 所以不會停留 一洗到你的臉上 一整晚 你會之後再洗走它 再用洗臉膏去洗 所以真的很建議大家用落妝油 因為以我所知 落妝油 那麼多的卸妝產品之中 是最強的一種 之後再塗你們的護膚品 去補身 然後就是這一塊DHC的面膜 我現在記得了 因為為什麼之前我會買 臭夠數買這個眼膜 是因為忘記了它買滿多少錢 DHC的產品 送這一塊DHC的面膜 我記得了 所以我需要買兩盒的眼膜 加上是儲夠 free shipping 這一塊的面膜 其實我之前用過 是非常好用 它的質地很可愛 也是好像膠膠的 膠狀的面膜 但比剛才所說的 JM Solution 韓國牌子那個 厚身過 所以敷在頸上 會比較容易 這個效果出來也不錯 這個感覺到白了 這塊面膜 但這個不是美白的 這個也是保濕的 然後有一些細細的sample 也是DHC的sample 不足夠足夠說 這個開了最後一件產品 就是這個旅行袋 這個牌子很出名 就是La Sport Set這個牌子 是美國牌子 相信你們也聽過這個牌子 這個其實是二手 因為我真的很少買二手的東西 但這個牌子不再出了 因為我大約在年尾 2017年的年尾 我看到這個 他們官方網 有賣這個 但當時我在想賣不買 開了市窗出來 但一直還沒去買 因為還在猶豫 我會不會用呢 其實平時用Chanel的Tote 然後我在想 雖然這個不是太貴 但我在想 可能不要浪費錢去買東西 我未必會用 後來沒有買到 之後就買完了 一直都掛著 為什麼我會這麼喜歡這個款 很像Chanel 你們看真點 這個很像Chanel零型格子 之後一直很掛著它 官方網再不買 後來我上網Google 後來到了一個二手的網站 叫做Porsche Mart 好像挺有名的 他們有一個在美國 好像也是在L.A.還是紐約 我忘記了 也是一些大城市 他放了這個袋子出來 我記得價錢比原價便宜 好像150美元 這麼大的袋子 所以後來我買了 我其實可以講價 但我不是很會用那個網 後來我立刻Pay 立刻買了 聞的時候 看真點 看到有一點點金粉 很少 真的用過這個 氣味 聞到是用過的氣味 不是新的 但也OK的 因為始終打算去旅行 算是操用的 所以沒什麼所謂 而且大致上我覺得這個 其實也是95%以上 有很多格 前面有這個拉鏈 旁邊也有 而後面也是一樣 另一邊也是一樣 拉鏈 拉鏈 而他所有的 Sport Set的袋子 都是送一個 這些小小的包子 可以摺起來 他們可以放在裡面 或者這個包子可以就這樣用 就是這樣 而且這個質地是厚一點 好像Pedded 不是很薄 好了 這些影片就完成了 希望你們喜歡 還有麻煩大家住在LA的你 知道有什麼地方買綿膜是便宜的 最重要是真貨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還有有什麼產品 我剛才所說的 你已經試過 覺得很有用的 或者還是回購了很多次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要Like這個影片 Subscribe我的頻道 Follow我的Instagram Snapchat Facebook 微博和小紅書 很長 拜拜 拜拜